强力电扇不停转动 就是要驱除地下市难闻的水肥臭味 这里是位于新版特区的豪宅社区 十多年来因为缺乏管线接管污水下水道 只能使用水肥车来勤运污水 每当水孔盖一打开 不但臭气冲天 还会随着电梯景弥漫整个社区 令民众苦不堪言 只要一有水肥车 然后那个就是味道非常的臭 而且在地下三楼很难消散 所以就是住户都不敢停车下去 当要那个挖水肥的时候 所以造成大家每次 就是只要半年就要挖一次 就会觉得都是大家很难忍受 目前新北市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已达九成 但位于新北市府周边的社区 却始终没有接通管线 新北市议员刘美芳接获民众陈勤 会同水利局人员到场会刊 允诺将尽快编列预算 施作改善工程 解决民众长期来的困扰 产生恶臭 造成我们这边的居民的不便 跟这个觉得就嫌恶 所以说呢 今天我们办这样子的会刊呢 希望说可以说来 达成这样子的一个接管率的目标 那也期许是否在未来 我们都能够说 在尚未接管的地方 赶快的来执行 并且进行接管 目前我们也研绎了出一个方式 以推进的方法来直接在周边来下一棵工作井 来跟这个路面上的公共广网做一个衔接 我们后续评估的方案会在周边的公园 这边再重新下一个井 来做一个管线的连接 来供这个华浦DC这边做一个污水管线的使用 污水处理问题与民众生活品质息息相关 需要有关单位进一步全面检视 完成新北市污水管线接管最后一里路 打造更优质宜居的新北新生活 中间新闻吴亮贤板桥报导